读美国热点话题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包括拜登在内G7集团的各国领导人 在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视频会议之后 承诺将逐步停止或者完全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外公称持局旨在掐断俄罗斯经济的动脉 剥夺俄罗斯的收入以遏制他们对乌克兰的进攻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5月8日 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造访乌克兰 在斯洛伐克边境与乌克兰第一夫人奥雷纳泽伦斯基会面 另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于同一天造访乌克兰 并且与泽伦斯基会晤 事后在记者会上他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大约4000万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乌方表示俄罗斯上周日用一枚炸弹 将一所用作避难的学校移为平地 并且称恐怕已经造成60多人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学校爆炸事件感到非常震惊 他表示这一事件提醒人们 在战争中付出最高代价的是平民 在疫情期间为美国经济提供增长动力 并且实现大规模增长的科技业 目前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一 Netflix、脸书的母公司Meta以及亚马逊 今年股价跌幅都超过30% 参议员曼钦表示 他对通过总统拜登重建美好议程的主要部分 仍然有兴趣 不过知情人士称 虽然曼钦多次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 但是他不太可能自己起草相关内容 尽管这是很多民主党人所想要的 CBS报道 该新闻机构和余关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 联邦最高法院应该维持现在罗素韦德案的判决 36%的受访者认为该判决应该被推翻 认为应该维持判决的人表示 这是对民众权利的威胁 知名政治评论员杰克·博索比克 在推特连发多条推文抨击必胜客 认为这家连锁餐厅现在提供的服务已经远不如前 期间他还贴了一张装修漂亮的中国必胜客 和美国一家倒闭的必胜客的外观对比图 hashtag Pizza Hut话题在推特上引起了热议 登上推特趋势榜第13名的位置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子萱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